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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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不会是 想让我跟你工作吧 而跟你工作的话 其实我还挺有幸福你的 但不巧 你是为许女士打工的 没办法 没有 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们公司现在正在招人 什么公司 也是商务公司 叫仲星 竞争对手啊 你还了解得挺多 知己知彼 我才能直接要害 那就完美了呀 你如果想对付许女士 去仲星是最好的选择 我这场是说得通啊 但是怎么感觉有点 事出反常呢 我觉得你那么年轻 不做点事可惜了 真假的 真的跟你妈妈没有关系 你发誓 相信了吧 相信了吧 吃饭啊 在这里 你小心脚下啊 小心脚下 小心脚下 好 各位金主爸爸们 到时候镜头带到你们的时候 大家热情点就好了 到时候我盯着他们剪进去 那个我就在后台附近啊 有什么事发微信给我也行 盛总 小心 您说 你都帮我个忙 我老婆特别喜欢陶若爷 能帮我跟他认识一下 合个影 要不我先去看看他方不方便吧 因为今天录制也挺辛苦的 那如果他方便 我叫您 如果他不方便 咱们不是还得录好几期呢吗 我可是知道啊 这次进假 我们出的假比他们都高 这点小忙你得帮 是是是 我尽力 您植入的数量也多 肯定是划算的 我呢也肯定会尽全力 只要他方便 那我先去后台看看 行 你先忙啊 好 您先就坐稍等一下啊 哎 怎么这么多条件啊 程良 快 看一下 怎么样 快 看一下 来 唐唐 你现在到现场了吗 不是 你直接给咱打隐音不行吗 谢谢啊 怎么了 出事了 出事了 喂 陶若爷有种孩子吗 真的假的 真的 哎呀 天空 看 陶若爷 陶若爷就是他 陶若爷 陶若爷 经纪人联系不上 给他助理打电话也关机了 完了 完了 这叫实锤了 什么实锤了 当事人没发生了 一切就有可能你稳住了 我怎么稳呢 我看你对你那个老同学 一点都不了解吧 你看看他平时轻狂的那个样子 还有他那经纪人 都不是吃醋的 这要是真没事 他们早跳出来 把吕山告人家诽谤了 但凡占点理 他都不能做鸵鸟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给他处理后事 他敢腻 咱们就法律程序走起 我追责到底 你不要公报私仇 现在我们要一致对外 事态接下来如何发展 他不好说了 就事论事 他失联 他违约 他就得包陪我监部组的一切损失 人家经纪公司 现在肯定商量着 怎么危机公关 他不统一号口径 他就不能发声 急什么呀 你说平时还 国民女神 有多少人叫他女神 现在就有多少人看他笑话 这眼瞅着节目就播出了 别说如期播出了 搞不好之前播的都得下架 节目是咱们俩共同的孩子 是不是你说的 咱们当父母的能不能盼着孩子点好 咱俩的孩子 现在眼瞅着要被逃着眼的孩子 扼杀在摇篮里了 咱们做父母的真为孩子好 赶快找人来补缺 这也不能算是补缺 同级别的小话 想上咱们节目的一抓一大把 你说的精巧 他两个小时 他录了 那一大把在哪儿 你抓来我看看 那别录了 冯总 真不录了 问陈良姐 陈良怎么办啊 问封一 你们一观众都坐不住了 我们就走 那行吧 咱们等到那个十二点啊 十二点 十二点 要是还不来就散伙了 要是还不来就散伙了 哎呦 你肯定我偷远点了 回答一下我爸 哎呀哎呀哎呀 你什么身体肚子呀 能不能让你过去 陈良姐 跟您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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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回答一下行吗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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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听懂普通话 陈良 这叫我老婆 艾苗 我老婆 我跟陈良姐是同学 搞不清楚 别瞎解 那个不好意思啊 陈良是我们大学同学 也是我们好朋友 我们是相信她的 那具体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等陈良他们的公告 好不好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我们应该要多关注她的作品 少关注她的私生活 不好意思啊 那个我怀孕了啊 是个孕妇 而且有点先兆性流产的迹象 那就让一让啊 让一让 让让 谢谢 让一下 让一下 感谢 让一下 让一下 您正面回答一下我们问题行吗 您好 请回答一下 请问你们知道陈良在哪里吗 没人啊 您好 请正面回答一下 您好 请正面回答一下 您好 请正面回答一下 要是能进去我们早进去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谢谢你 好好好 回答一下我们问题 陈良在哪里啊 请正面回答一下好吗 请正面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什么关系 我先送你回家 让我去公司 我跟你一块去吧 医生说要保释好心情 你就别跟着我折腾了 我不回家啊 回家也是烦 哪里比又烦又折腾强啊 走了 走了 小心啊 注意安全 我别走啊 别走 您说过不过分 过不过分 平时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一碰见事 缩头无归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节目不办啊 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 这陈良也是 遇见事 跑了 不管了 你说这种人就不应该招进公司 你说这又有什么用呢 你怎么知道我跟程良跑了 说点有用了吧 接下来该怎么解决 还能怎么解决呀 现在只能等着 程良把人找回来了 我开始就说不用陶若言 不用陶若言 用公理 我都跟人公理说好了 都说好了是吧 行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赶紧把公理给我找回来救场 要么节目停 你们都给我滚蛋 干这孩子谁的 要我说呀 肯定不是演员呢 我看网上有说大老板的东西 是不是 不可能不可能 我跟你说现在演员 正的比老板都多 我要是陶若言 没有QPRD啊 哎 这 陶若言生个孩子 你们比他还要忙 干活干活 欣姐 欣姐 找您有事 我要出去一下呀 约了人了 十万祸及 欣姐 求求您了 您再跟公理说说吧 这件事啊 我已经问过姚薇了 她那边正在联系陶若言 还是有转机的呀 哪儿还有转机了 姐 这陶若言已经躲着不敢见人了 这说明什么 背后还有猛料 说不定明天更恶劣了 要真恶劣了 再想恶劣之后的办法呀 你让我现在去找公理 她也未必能马上就答应啊 不是不是不是 姐 我也知道啊 这事呢 您不想找姜总 但我还觉得 这事您不用麻烦姜总 是吧 已经跟公理的关系 又不得找别人吗 姐 试试呗 真试不了 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着急 但是呢 做事情是要有章法 有节奏的对吗 不能还没有怎么样 我们就完全颠覆掉 这样对谁都有损伤的风险 我觉得您说得太对了 姐 在这儿 但是如果明天真恶劣了 麻烦那务必给我下来办法 下来办法 明天说 好嘞 说好了啊 姐 慢走 拜拜 再见 拜拜 喂 你那边还顺利吗 还没进展 刚才冯文一来找我了 需要我帮忙 不用不用 我在想想办法吧 实在不行 我再来找你 嗯 冯文一去找安心了 估计是想换人 嗯 前面就应该去一趟讨讨家 不至于现在找不着人 看这行呢都比较注重隐私 不是 一般不把家住哪儿告诉别人 那我们是别人吗 这就不是把我们当朋友了 那话也不能这么说 真是 害你开天庄 还害我去你补花香宝宝 干点人是吗 真是 怎么人家生个孩子 我说你在这儿委屈的不行啊 你不能是追星吧姐 她生不生孩子我不管 但是不能她生孩子 我生都没了 哪有那么夸张啊 花香宝宝 火锅 饮料 家具 就这些 这讨论也要是真不来了 这些厂家不仅要退款 还得赔钱 这几个月下来的日日夜夜 全部都泡糖 那你那不是公司赔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 公司是赔得起 我一无所有 希姐还真 不至于的 你看你 我不懂你像我这么大神额孩子 试试啊你 还真生不了 好啊 没问题 那这样 那我们就先出合同了 好 再联系 拜拜 拜拜 我再给她打个电话问问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她会不会是临时有什么事什么之类的 估计不是这么美好的理由 那是 临阵脱逃 是周腾人不犯法 真的不好意思啊 耽误了你这么长时间 没事的 平时也是我一个人的办公室 正好今天你过来了 我还没那么无聊 要不就下次吧 我回去回头再问问她 下次你就先把她带过来 我替你好好的教训教训她 好呀 好 那我就先走了 你晚上有什么安排吗 我原本是约了一个客户 刚才不是来电话 说合同都已经给你签了 所以晚上就没什么事 如果你没什么安排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 若言 逼我说呀 就赶紧的让表哥出来 认了一下这孩子 这个事马上就会过去的 然后咱们的偏约呀代言呀 什么都不会受影响 你们说呢 这样最好了 这样最好了 要不然后面还牵扯到不少违约呢 罗儿啊 啊 这里面有赔偿的明信 您看一下 哎呦喂 姑奶奶呀 别看这个了 这赔死你呀 那赔得你是万劫不复 赔得你从此在行业里销声匿迹 那看什么看呐 节目组今天给我打电话 我都没有接 本来今天要录的 结果咱们放鸽子了 他们肯定开天窗 以后不会心意放过咱们 雨果集团 算是彻底得罪了 是啊 所以呀 依我看 咱们现在就让表哥发个微博 把孩子一抱 录一段 我都安排好了 只要你点头 马上咱就录 然后你就回去录节目去 齐活 保守机给我 都关机了 另外一支 哎呦喂 姑奶奶 你还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我们都已经替你安排完了 所以你得相信我呀 陶涛呢 是我们大学同学 也是我们好朋友 我们是相信他的 那具体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等陶涛他们的公告 好不好 姐 别拖了 真的来不及了 跟那个陈良还有姚薇联系一下 跟那个陈良还有姚薇联系一下 让他们现在过来一下 跟他们联系什么呀 这别他俩过来 把你给卖了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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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上去了 好 慢点儿吧 喂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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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去 我来导航 今天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真的不用放在心上 好 我还要谢谢你陪我一块吃饭呢 要不然 今天晚上 我又第一个人解决了 儿子呢 去上新女班了 正好培训班 在她姚姚家附近 周末就过去陪陪老爷 你跟孩子的妈妈 是为了什么离得婚啊 但是在小迪两岁的时候 她有一次升职的机会 对 要去国外 我当时非常地支持 但是 剧里打败了爱情 差不多吧 你不怪她吗 我也有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真觉得 事业比爱情更能抓得住 因为大多数时候 工作上你只要付出了努力了 就会有回报 可是 感情就不一样了 往往你付出了一切 最后却是一场哭 婚姻就是一场赌博呀 如果能早点知道最后的结局 找到最优解就好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那你有没有想过 人生也许从来没有什么最优解 不管你怎么选择 结局依然是一样 我在那个时候总看一本书 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 就当是消息了 什么书 书名叫做 马尔登湖 我相信你看完之后 会有不同的感受 回头我买来看看 希望能对我有帮助 我相信一定会的 师姐 你 这样 那我喜欢 我想听听 chegar到这里 对 什么 好 好 我 其实 一定是 我 他 王 谢谢 上班有衣服吗 我觉得上班挺好 至少我的卡现在又恢复额度了 还有其他的没有 不是 你问那么多干吗呀 想找工作 我想同情同情你 那你可同情不着了 你说 这个世界上的人难道都是为了 解决生存问题才工作的吗 百分之九十吧 都这样的 不不不不不 我是觉得还是为了人生的价值 人类有没有生存天花板这我不知道 但人的生存底线其实可以很低很低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为了价值 不是 你现在什么毛病啊 张嘴闭嘴讲哲学 你别给我扯那套啊 我是挺建议你找个工作的 但我觉得你肯定也找不着 瞧比谁呢你 比你的能力肯定没问题 但就你这脾气科 你上班还是班上你真不好说 估计面试就会把你刷下来 把你逼上吧 不行咱俩就赌一把 你前提不能跟我似的 你找关系啊 赌啊 我要面试成功怎么办 你要面试成功我叫你爸爸 但你不能去 我这不是骂你 你不能去你妈的公司啊 那阿姨可高兴坏了 你觉得我可能去吗 那行 我要赢了你得叫我爸爸 娘 现在来电话了 依我的经验 像这样判你的孩子 你越顺着她 她越来劲 晾一晾她 反而能激起她的斗志 好 今天我就以其人之道 患着其人之身 让她也知道 姐姐不是被随便放鸽子 你行不行 你快干了吧你 真是 怎么了 卖个闷闷不乐的 哪个牛敢不接一电话 兄弟妈你想办法 投入牛 喝你去 好 那行 咱们继续玩 咱们继续玩 海洋馆里有什么 海豚 海豚 没有 这什么地方呀 我也没来过 这已经出城区了吧 这上哪儿找我 这么天皮的地儿啊 我们还要人接一下吧 谁啊 杀死我了 姐 导演 你干吗呢 我这么严慎 没办法 安全第一马 你姐呢 还在里面吗 那你把医生撤走 好 姐 人到了 让你一面请 唐儿 来点 走 怀孕了 喝不了 我们就在隔壁 有事叫我啊 好 还许是你呢 不好意思啊 给你俩忍活了呗 那你就打算这么躲着了 他们说 他们说 想让我表哥站出来 把这事给认了 那你怎么想啊 我想 我想 孩子 总有一天会长大的吧 要是长大了 直到我不想认他 一定会很难过吧 我同意 我同意 那就赔钱喽 赔就赔吧 要是赔不起 你俩借我这儿赔 对 那孩子爸呢 他什么态度啊 他不知道有这孩子 他不知道有这孩子 是 承认了会怎么样啊 你说了呀 赔钱啊 违约了呀 我这也不是个疑问句 我是个判断句 陶儿 我们是这么讲的啊 如果你承认了 无非就是赔钱 对吧 那钱还能挣对不对 你要是不承认 当然啊 我不赞同不承认 这对以后孩子的伤害太大了 那要么呢 就还有一条路 不回应 你现在就是不回应 人家也觉得这孩子是你的 今天那帮记者 开始跟我和姚薇了 迟早会曝光的 关键也不知道 咱们手里还有什么料 是啊 那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承认能怎么样 你不是演员吗 那你以前想走少女路线 然后也不希望孩子的样子 被曝光了 对她以后生活产生影响 而现在看到了三十家女性的魅力 希望以后能把这一类角色诠释好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行 我也觉得行 怎么样 读不读 慢走啊 我就不送了 你说她们这得商量多久啊 显而易见的选择商量个什么劲儿 她这团队确实不行 那不得等到后半夜去了 咱们也不着急走 先到车上等会儿 要等到十二点 确实没信 咱们就撤 行 陈导 好 确定了 我们去 观众倒不如走了 看样子今天是录不了了 是啊 喂 程导 好 小林 全部准备 两个小时以后开路 真的 好嘞好嘞 冯总 来了 人来了 亲爱朋友们快 准备起来 准备起来 我先送你回 我不回去啊 这也是我的项目啊 行 我真没事 没事是应该的好吧 你说逃了孩子她怕是谁啊 谁知道我 你刚才也不问 你怎么不问 就知道你信我 就知道你信了 快 没事 那 我现在有点 歇温 少量紧 虽然 你不来就是现在这个后果 师傅 您掉个头吧 去来服酒吧 好的 麻烦快点啊 好的 我们开始 但我会赢 来吧 让我赢 来吧 你们全喝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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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姐姐 那天那个姐姐 姐姐好 来了 坐 聊聊 这杯是因为你没素质没人性替你妈教育你的 做人做事是要有底线的呀 有点明场面那意思了 好 嘉宾准备入场 亲戚就位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两 二 十 一 五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二 人气导师陶雅文 有请我们的人气导师陶若言 好 欢迎我们的人气导师请罗座 谢谢美姐 这些啥都是自己的项目 还有我啊 姐 真不错啊 小鑫姐说好就好前男生 还以为你是热爱工作呢 我必须热爱工作 我刚才那是激励你啊 就知道 同学情意不一般呢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陶瑞颜老师 为演员进行点评 一看就是有舞蹈功底 要是非要说这段表演的不足呢 我觉得不是你不够努力 也不是你不够有天赋 妹妹你今天多大了 二十三岁 你看才二十三岁 非常年轻 表演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你不管是从形体啊还是神态 都非常地像这个妖 但是这个妖呢 它不仅是个妖 它还是个母亲 当然了 在这段戏剧当中 母亲是一个隐藏身份 但是她要被镇压在这里 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 她表达出来的这个情绪呢 就是不仅是要有 对人世间的眷恋 对爱人的不舍 还有母子分离的痛心 她在干吗 点评表演呢 这奶糊不该提奶糊 她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要不给点提示 还没到成功呢 别说话 再紧一点二号 好 我当年演这段戏的时候 我的儿子还没有出生嘛 所以呢 所以呢 当时导演也跟我说了很多 我也听不懂 我也咔了很多条 演了很多遍 直到我的儿子出生之后呢 我才知道 哦 原来是这样一种深刻的牵挂呀 那我现在是为妈妈了嘛 我再复盘回去 看我之前的这个表演呢 我就知道了 我缺少了多少的层次 这个角色 她的情绪有多么的复杂 唐老师您的儿子 是我们知道那位可爱的小朋友吗 嗯 对 就是她 其实我们观众朋友之前 不知道您已经有孩子了 是 让大家吃惊了哈 没有告诉大家呢 首先是因为想保护小朋友嘛 希望他不要有过多的被关注 那么其次呢 是因为我自己不够自信嘛 因为我也害怕观众 要是知道我有孩子了 我就再也演不了 谈恋爱的戏了 戏路变窄了 失业了 但是其实我应该 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 告诉各大导演 呼吁整个行业 多拍一点三十家女演员 适合的作品 我们三十家的女性 非常有魅力的 我们更能把我们的阅历 我们的经验 幻化为表演的厚度的 是吧 那个 那个 最后那个镜头换成我的左脸吧 左脸比较伤筋 没问题 马上给您办了 走了 走啊 左脸 左脸 全给他画上左脸 你这同志行啊 太中意了 我还有十多了 面来了 辛苦了 你辛苦 烫啊 吃一水 饿坏了吧 这节目也不行啊 路到半夜 宵夜都不管一下 准备了也是烫面 还有蹲在后台吃 水水水水 你上次说的那个事儿 就是那个薪姐 那个奖金 马上就要落戴维安了 媳妇 从小我妈就说我长大不差钱 这还说准了 媳妇 从今以后你就是豪门 喂了豪门 咱俩得喝点庆祝一下 对对对 我这还喂奶呢 明天给大宝喝奶 再喝得晕乎了 不用了 阿姨都连着好几天 给大宝喂了好一顿奶粉 就你几处那点 只够给大宝当个早餐 好点啊 要我说呀 以后你就做咱们家女强人 你把全身心的精力啊 投入到工作事业中去 大宝作为咱们家庭一份子 必须全身心支持你 不能有怨言 那大宝光喝奶粉 没苦闹啊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大宝啊 还真是记上了咱们俩 替人着想 顾全大局的优良基因 没做没闹 来喝嘎嘎想 以后你再也不跟鸡奶了 受罪 而且你 这女强人 跟鸡奶 人生不统一 冲突 别动 操劳我金主夫人亲自动手呢 对对 就只能这么活动以后啊 家里以后大事小行 您去吩咐我 我操办 你吩咐吧 有辆 有辆舰长呢 吃吧 让我吃 你吃吧 亏 你吃吧 你吃吧 有辆舟 大风是春暮里的隔着 驰鸟飞过落日轻薄 孤单是烧卷了的余火 断念淹没一眼风波 承诺是一曲荒芜的歌 总是深刻怀揣冷漠 每个女孩都真心爱过 爱是眼温柔却随沉默 如果大风吹起脚弱 吹青迷惑吹赶胶着 怀抱里疯胀的裙弱 掩阳下没用的烟火 看翅膀长着 可情已凋落 理想是什么 岁月的乘客 如果梦穿过你的生活 天上飘着短命的泡沫